您收到UCVR相机的时候 您打开面盖会发现有一份说明书 这里我们主要是讲解 怎么样让您认识我们的UCVR相机 第一步是取出相机 将电池取出 打开面盖 打开电池盖 将电池插拢 关上电池盖 这里有一个 是我们专门装SD卡 HDMI模式和电池充电和传输数据的一个功能 将SD卡插入 按开机键 相机开机 这个时候您可以看到 M键旁边绿色灯是亮的 我们此时是处于 双镜头拍摄模式 您按OK键 会发现 蓝灯闪烁 如果绿灯常亮 此时是在正常拍摄模式 我们的视频拍摄 如果要想在 我们的UCVRAPP上面观看视频 必须要保持视频的长度是10秒以上 拍摄结束 按OK 按关机键结束 在这里要说到 如果您按OK键 的时候蓝灯没闪的话 您可能是SD卡有问题 或者是您根本没有装SD卡 还是SD卡是在这里 拍摄结束 下面一步是进入电脑APP 拼接模式 干掉 视频文件的读取拼接 我们这里会用到一个 软件 是在uc-vr.com里面进行下载 请打开官网 进入左上角 软件下载 在百度云里面有一个UCVR文件夹 这里如果没有 百度云的 请自行注册 UCVR文件夹里面有UCVRAPP 以及网络文件上传注射 UCVR注射 自己拍摄文件上传注射 UCVRplus注射 这里我们讲的是UCVRplus注射 UCVRplus注射 是用来拼接 我们拍摄的 视频文件 我们点进去进行下载 以及安装工作 下载安装完成之后 会有UCVRplus注射 这一个快捷 图标 点击快捷图标 这里我们要将之前的 UCVRi的相机 我们取出来之前拍摄的文件夹的过程是 通过 USB口进行读取 这里要说的是USB口直接插入 然后插入电脑 按开机键 打开我的电脑 这里会出现一个可移动磁盘F盘 这里会有一个 这里会有一个我们刚刚拍摄的视频文件 一个是L结尾 一个是R结尾 是左镜头和右镜头拍摄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选择本地视频文件 可移动磁盘 可以用磁盘F盘 点进去 选择文件夹 就是我们刚刚拍摄的那个视频所在的文件夹 点击 这个带L结尾的是左边 R 结尾的是右边 我们拍摄的视频 直接点击拼接 拼接之后呢 你可以以你喜欢的文件名来命名 我们这里直接命名为0016 保存 这里就进入一个等待阶段 等待视频拍摄结束 视频拼接完成之后 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拼接完成 按OK 我们在这里 可以选择相机视频目录 可以有个video出来 选择文件夹 我们可以将这个0016这个视频文件 我们进行说明 说明我们就写0016吧 然后视频描述 就是521 然后点击上传 这样就属于上传过程中 上传结束之后 我们就可以 用手机通过 无线来进行视频的读取 不过在这里呢 可能您自己拍的视频 您不想上传 不想按别人看到 您可以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吗 可以直接在这里 打开 可移动视频 将这个视频文件 将这个视频文件 拷贝到您的电脑上 然后用您的手机 您的手机必须要是安装了我们的 UCVRAPP的进行观看 下一个 放入手机端 手机端连接电脑 会出现 Galaxy Note 4 我们将0016 复制 商业 散播 增贴 到UCVR文件夹 这里点击 否只是复制 就可以 这里就会有0016 文件夹 视频 我们将其余的都删掉 点击关闭 这里我们打开手机端APP Usevia Plus 视频文件 其他文件 本地视频文件有一个 我们点击左边是360度观看模式 右边是180度观看模式 我们这里拍摄的是180度的视频 这里会有一个推荐方向 您请将手机这样放纸 放入远近端 进行观看 结束